我們先介紹這個Google Keep 這個跟我們平常記事比較好觀 那我先問一下平常如果 各位其實用手寫 其實還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啦 我還是蠻鼓勵因為像 像我自己有這個記事本啊 我覺得還是很方便啦 就是可以用可是缺點就是說我如果只記在這邊 我就這本一定要拿在手上 才能夠找 就會像這樣我的比較簡單啦 我現在改用直的 我嘗試要用直式的記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橫式記嘛 但是橫式記的話 好像比較 我們上課的 老師說這樣氣比較不 不夠好 所以我我嘗試一下改用直式的 直式的不過真的用直式的剛開始會不大習慣 因為我們英文也都是橫寫嘛 可是中文 中文到底是要 直寫還是橫寫 由左只有由右至左 由上而下 我們標準的其實古代的寫法就是 由右至左嘛 對不對 然後 對啊 直的 直的由右至左 這樣其實是比較好的 可是現在是改成 改成比較 就是 不好的方式 所以我就嘗試把它改成用直的 只是剛開始真的不太習慣 要稍微習慣一下 好那 所以紙本其實還是很好用 那麼 如果說您希望說 我有時候畢竟手機嘛 還是大家 就是 常常在用的話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 即式的 其實 即式的那種APP也好 或雲端服務非常多 那麼Google呢 他有推出一個這個Google Keep 那我平常其實是還蠻常用他的 當然這個又不能公開嘛 所以又只能 不錄 藍色的 這個稍微先簡單錄一下這是比較沒有什麼太多內容 就是 你可以在左手邊用標籤的方式 去做區隔 然後就寄進去這個有APP 所以您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好也可以用那您在增加的時候呢 除了一般我們手寫筆記 對不對 就是文字式的 可不可以用拍照的 可以啊拍照也可以變成是記事的一部分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這種所謂的項目符號就是 核取清單的有完成就打勾 有完成就打勾那一種的 好比較常見就像這樣的這幾個 那 重點 其實我們重點 不在於說 他的記事 而是什麼 Google最厲害服務都是什麼 搜尋 今天如果這個筆記本 你用完了 你會保留多久 不一定對不對 也許有一段時間就丟了 因為已經 過去了嘛 可是 Google的服務就是有個好處 你隨時可以找不到 而且可以像這樣做分類 那 Google的這個分類呢跟我們剛剛那個雲端硬碟 那個 信箱有像 就是 我們 比較喜歡用標籤的方式做分類 平常如果大家習慣是用像檔案中文資料夾的分類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檔案 可能是放在比如說延期 活動裡面 可是他又屬於 比如說我們年度計劃裡面 那你到底要放在延期還是年度計劃 所以就會有兩難 最後就是 Copy一分過去嘛 可是標籤就沒有這個問題 標籤你 這個 你給他哪幾個標籤 都可以 就是他可以屬於A標籤也可以屬於B標籤 那因為這樣講大家比較不清楚對不對 所以我就只好搬出我的 那就不錄了